在台湾有很多歌手 都是原住民 阿妹啊 张正月 阿美族 太亚族的张雨生 罗志强是阿美族的啊 混血 他是一半 范玉成 高顺美 像你们现在这么有名气 回到这个部落里面 会不会大家就不一样的礼遇 大家会比较会关注你 然后就会问你一些很多的事情 演艺圈啊 或者是什么 但是因为我们回到家 真的是会很舒服 因为我们都住在高山上 对啊 然后你看到的都是非常大自然 他们八月份会有盛大庆典 一个大萤火 早上打猎 晚上喝米酒这样 哇 对 有时候村长会弄一大缸的米酒 就是供给所有村里面的喝 每个组合都会有自己组合的一个名字 对 你们为什么会叫动力火车 因为我们以前叫Power Station 现在也是 只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在POP里面演唱的时候 没有英文 没有中文名字 我们想了很多啦 动力飞机啦 动力 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动力飞机啊 感动力脚踩车啊 动力汽车啊 动力火锅啊 动力火锅啊 后来这个老板说 因为火车是这个可以载最多人的交通工具 那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感动这么多人 它的意思是这样 好耶 因为有时候取名字很有讲究的 有些取名字取得不好的话 比如说像新 新竹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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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像我我误出来一个道理哎 好像这个字数是偶数的比较容易火 比如说动力火车 对 无印良品 四大天王 快乐家族 三个字的名字一般都黄了 那 罗密欧 哎 哎 新竹章 新竹章 谁说的 小虎队 哎呦 也解散了 S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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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黑主自己倒霉 对对对 因为你们叫新竹章 里面没人姓章啊 莫名其妙 谁要姓章 但是有人属猪啊 对 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还就是挺生僻的 我叫尤秋星 尤秋星 对 秋星 哎呀 这名字挺纠结的啊 揪心 尤秋星 尤秋星 是好纠结的 您呢 颜志玲 志玲 志玲 志玲姐 林志玲 才不会忘记你呢 哈哈哈 两个人合作这么多年啊 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分开 你们还记得你们合作的第一首歌吗 齐琴的歌 耶 齐琴的什么歌 这些什么歌 什么歌 外面的世界 听一下 听一下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我会在这里耐心的等着你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 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 天空中虽然飘着雨 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我爱你 我爱你 还有那个很有名的 不要忘了我从哪里来 我的土像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 流浪远方 流浪 流浪 好听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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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琴的一首歌是民谣歌曲 什么歌 我未曾见过你 你未曾见过我 年轻的朋友 一见面哪 情绪也有 嘿嘿 流流的她有 她有我有 请到你个嘿嘿嘿 嘿 请到你个嘿嘿嘿 恭喜我们90后 没听过这些歌 你唱得很高兴耶 那个时候在这个POP里面 唱的最多的都是别人要求你们唱的 是 写那个单子啊 写单子 还有一杯酒 然后还有钱在上面 把钱拿走 然后就说不好意思 这首歌不会唱 哇 我可以这样赖皮啊 这个是太好赚了 这个 他们之前的那个年代更恐怖 就是秀场时代 是直接丢金项链跟金条 真的啊 丢椅子啊 丢椅子 下去吧 鞭榔渣 那个时候收入怎么 不是很好 那怎么生活啊 就没办法生活啊 就吃东西都不够 饿的时候就睡觉 然后起来真的很饿的时候去找智里 然后智里就翻一翻抽屉 哇他也没钱 因为打开的方式不对 多拍两次就有了 你以为有暗格啊 智琳之前在TOP里面是 唱完歌啊 是 智琳的声音是 高亢 沧桑而有力 像一批这个不济的野狼 哎呦 两个人的那种合作是 特别棒的啊 对 我们主持人之间其实按理说 声音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 分工 对我是比较低的声音 对 然后他是比较中音 中音 然后那个原歌是高音 对说话就得高音 然后呢 我呢 是杂音 对 小五呢 是没声音 没音 没音 我们几个人合在一起就是 中国最强音 yes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你惨了一遍 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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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千个 这样吧 这一期节目都要上做火车吧 大家不要小看他做这十个火车 他的头比一般人重两倍 很吃力的 重心都在笑面 没错 对 来我们一起修一遍好吗 来 3 2 1 中国最强音 yes 过瘾了吧 那个时候 在台湾有好多好多特别棒的歌曲 包括有一些因为一些意外离开我们 比如说像张雨生 宝哥他的这个声音非常高亢 高 对对我们没办法唱大的他的歌 来一首我期待 来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安首阔目 不留一些遗憾 怎么那么像 来 风哥 你的高音其实也不输给他们 来 来嘛 来个海豚鹰吧 好吧 韩哥 这不是海豚鹰 这是海狗 这是沙屯鹰啊 他的耳朵都红了 他的耳朵都红了 海豹音 真是海豹 都爆了 动力火车的歌啊 好听 歌名呢 也好难记 比如说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到底有几个明天 其实说的这首歌名完全可以简单一点 对啊 三个字 大后天 对啊 是吧 这多简单呢 还有还有地老地老 地老地老天荒 地老天荒 地老 还有中校东路走九遍 走东路走九遍 为什么要走九遍呢 不走八遍 因为东西忘了拿 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我们试一小段 如果你没勇气陪我到 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倒不如就忘了就断了 寂寞的昨天的昨天 谁都不必道歉 只是苦会多一点 既然你爱错了我 认错是终点 好 无情的情书 无爱的 情爱的 可爱的 痴爱的 永远无归 无爱的 错爱的 尘埃的 伤害的 永远无情 你简单几出几个字 却要我收下 无情的无声的哭 好 中校东路走九遍 中校东路走九遍 脚底下踏着沉浸 我从日走到夜行 从回调到黑 我多想跳上车子 离开伤心的台北 从小东路走九遍 穿过漠世人潮 走去你的脸 有人走的丑马 有人爱的甜美 谁会在意 扎尖而过的心碎 好 中一首和游首 中一首和游首 这首歌被誉为分手最佳的歌曲 那首歌叫什么 《那就这样吧》 你看前锋多熟这首歌 不要哭了吗 该哭的人是我吧 你都坦白爱上了他 我有什么办法 我也从依赖 既然你提出想法 我们不要唾唾喇喇喇 就从明天开始吧 那就这样吧 再爱都驱逐人散了 那就分手吧 再爱都无需挣扎 不要再问我 真正的公诉让他 你走吧 到了记得要给我抽电话 那就这样吧 再爱都驱逐人散了 那就分手吧 再爱都无需挣扎 不要再哭了 快把眼泪擦一擦 这样吧 再爱我永远的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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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现场也有几位观众 在情感上面遇到一些小小挫折 有没有 我们把他们请上来 一起来在这个音乐当中 来释放一下自己 不要为了上台说自己失恋 真的 他们两个意思 要不然女朋友马上分手 女朋友劈死你 还有个第三位 第三位就是一副失恋的脸 说一下你失恋的故事 让大家高兴一下 来 韩生生 今天讲惨痛的经验 他发生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 还是另外一个男的又做了什么 当时你在做什么 反正非常惨 多惨 你又我惨吗 发短讯吧 短讯算是 上面怎么写的 亲爱的 对 我们分开吧 正在难过的时候 第二条短信又来了 对不起 我发错了 前锋 你说一下你的失恋 就是热恋到顶点的时候 突然之间打一个电话过来 嗯 说啪 分手 就眼泪不停地流 这两位 这两位 我问一下 因为去部队服役了 然后 兵变哪 你呢 你多大啊今天 今年21 失恋多久了 今天刚好33天 哎呦 前男友要找他 你最惨 于是乎你又变成了他的前男友 所以作为前男友的你 现在又可以去找他 分开了就分开了吧 对 对 不要那么没出席 不要再讲 不要再讲 我哥他很近了 然后眼睛有一点慢慢的变红了 哎呦 你们在一起多久 32天 有一个多月了吧 也就一个多月了吗 也真的只有32天 好 爱情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能买 让我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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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你的爱 不管没有关系 讨整好心态 祝愿他们三位 将来的幸福生活 甜蜜生活 像我们的节目一样 特步天天向上 好不好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有请另一位 是 这个也是被誉为台湾的传奇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狄克牛仔老爹 有请 是的 谢谢 常常责怪自己 当初不应该 常常后悔没有 把你留下来 为什么明明相爱 到最后还是要分开 是否我们总是 安排在世门之外 谁知道有何你 相遇在人海 命运不是安排 宗教人无奈 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 只是好想少了一个人存在 而我渐渐明白 你仍然是我平面的关怀 有多少爱 可以重来 有多少爱 值得等待 当爱情已经上天沧海 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当爱情已经上天沧海 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谢谢 老爹是我个人的好朋友 本名叫做 叫林靖章 还要想一下 还要看一下 还要想一下 看一下台本 很多打麻将人 还喜欢叫我名字 对 叫靖章 老爹的是特别励志的一个人 一直都是坚持音乐梦想 最开始就是拼命打工 就是为了买一把吉他 所以现在家里有好多吉他 现在有十多把 从多大年级开始唱歌 我在初唱片之前 我一直在POP里面当吉他手 然后大部分都是女歌手在唱 所以为了帮女歌手唱 就留了一个女士的发型 所以我是当替身 对对对 都说您是大器晚成 到了40岁的时候 机遇才来临 唱片公司出了一张 叫做POP英雄会 里面包括有康康 迪克牛仔 动力火车 还有梁培安 您跟他们一块 对 我们当时是一起参加 那个1996POP英雄会 那这个 一起聊一下 来来来来 我们刚开始 那个动力帮我很多 我一开始到台北 是住那个严志玲家里 你到台北住在林志玲家里 不是你 不是林志玲 对对对 想我一跳 严志玲啊 其实我们以前常常在台上表演 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新人嘛 想要让大家叫出我们的动力火车的名字 对对 哎 请问我们的那个团名叫什么 迪克牛仔 哈哈哈哈 很多人看到他就叫他何老师啊 迪克牛仔 我好喜欢看你的快乐大饼啊 我 我就淡淡的一笑 对 我就过去了 对 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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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其实也合唱过歌曲 我们听他们先唱一首合唱唱 对啊 一起来嘛 一样的月光好不好 OK 我听好不好 什么时候 二十万伴 都离我远去 什么时候 身旁的人 已不再熟悉 人潮的勇气 人潮的勇气 打开了我们的距离 沉寂的大地 在漆黑的夜晚默默的哭泣 谁能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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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海外灶的爱情 从国中危险你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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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 一样的月光 一样的朝着星天星 一样的冬天 一样的下着平冷的雨 一样的尘暗 一样的在风中堆积 一样的笑容 一样的泪水 一样的日子 一样的我和你 一样的笑容 一样的泪水 一样的日子 一样的我和你 一样的日子 一样的日子 送货源 送货源 送唱片嘛 当时都给哪些明星送过唱片 罗大佑 陈生 陈生 陈生信哲 还有张宏亮 但是后来你还翻唱过很多他们的歌曲 比如说像《梦醒时分》 《爱如潮水》 其实都是蛮巧合的 我送过的货里面大概有五六首歌 老弟那个时候应该也是在POP里面演唱过 对 POP里面唱歌收入怎么样 比较没有明天 难怪他们唱一首歌 他们有啊 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第一次贯匠篇唱的歌是 灌篮高手就是 真的啊 超红的那首歌 有没有唱吗 将我灌醉 将我毁灭 我已无能委屈安歇 无论表面上有多坚强 没人可以心灭于淡 I want to die I want to die 很多歌都是翻唱别人的歌 当时为什么就是不唱一些自己的歌 而唱一些翻唱的歌呢 我想大家去POP 应该很少听到就是唱自己的歌的 那当时唱片的公司的主题 他就想弄一个就是POP的东西 你比如说有多少二可以重来啊 很多很多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又录了一首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张卫妹 张卫妹那个 张卫妹的歌 老爹唱起来那是完全是男人的感觉 要man一点吧 来一下 来一下 我不要你的承诺 不要你的永远 只要你好好久就爱我一遍 就算虚荣也好 贪心也好 哪个男人的爱 有自私有奢望 我不要你的承诺 不要你的永远 只要你真真姐姐爱我一点 就算虚荣也好 贪心也好 最怕你把承诺 当作对我的回报 一起拍 原来你 什么都不想要 可是我很好奇 为什么老爹都是唱女生的歌啊 为什么老爹都是唱女生的歌啊